澳大利亚个别企业多批次蔬花牛肉产品 存在违反双方主管部门共同确定的检验检疫要求的情况 为保障中国消费者健康和安全 中方决定即日起暂停接受四家澳大利亚企业肉类产品的进口申报 并已经通报澳方主管部门要求澳方全面彻底调查原因并做出整改